2023牙井棒球看華視 我是林一文 要為關心的就是 今天晚上 台灣在本屆的牙井賽 超級循環賽的第一站了 回到了台北大巨蛋開打 要對戰日本 座位從1.7萬人增加到2.2萬人 而且球迷也在期待 誰可以敲出大巨蛋的正式比賽 第一轟 那我們要推出的先發投手 就是樂天桃園的曾仁和了 總教練 就是日本總教練 穿口蓬勞 他就說 他有一顆厲害的縱向變化球 而事實上 他也是我們正宗國際賽經驗 相較豐富的選手 因為2012年 他就曾經在牙井賽 對南韓先發過 2013年 則是在經典賽登板 那本屆的牙井賽 他對巴勒斯坦 是中繼一局 沒有失分 那為什麼呢 他是主動 說為了向教練 表示說想要上場投球 主要是為了要抓手感 而教練也認為 他非常清楚 自己想要什麼 所以就同意了 那台日戰 他搭配的捕手 也是他在桃園的隊友 宋家翔 希望可以終結 我們在成棒 對於日本的二連敗 那至於日本隊 當然也對我們的打者 有關注了 這是日本的總教練 特別點名的是 三棒的林承飛 說他打擊面很廣 要特別小心 那阿飛則是希望說呢 他們可以多關注一下 四五棒啦 這樣自己就有多一點 好球可以打了 而且他也說 日本的控球 守備攻擊 有一定的水準 希望自己可以 好好的發揮 那另外日本的先發投手 嘉陽宗一郎 他是點名了 隊長 拿莫一耀 而且形容得滿有趣的 他說是 眼眶下黑黑的選手 其實指的就是 拿莫這個眼下的遮陽膏了 為了防止反光用的 那拿莫呢 總計在預賽是 四個打數三支安打 打擊率七成五零 所以其實滿值得關注的 拿莫也說呢 很榮幸也被注意到 那可能是因為 他打的是第九棒 就以上壘為主 那對手掉以輕心了 很堅虛 不過點名他的日本先發投手 嘉陽宗一郎 我們當然也要來關注一下了 他被說是 最強社會人投手 那雖然其實大家都有猜到 會是他來先發對台灣 但是日本隊呢 是昨天最後一刻 晚上的十點才公布人選 而且他擁有的是 一百八十七公分的身高 近期也才剛參加完杭州亞運 所以韓國是主投五點二局 送出了八次三陣十一分 而且2019的亞錦賽 也來過台灣 那包含冬季聯盟 是第三度來到台灣 對我們來說呢 並不陌生 也拿下過象徵社會人投手 最高榮譽的 喬戶賞 同時呢 也就是日本正中的王牌了 而這場台日大戰呢 今天晚上六點半開打 中華隊在比賽之前呢 當然也從台中 返回到台北大巨蛋 來練球了 兩隊都一樣 那台灣跟日本呢 都是以三勝之姿晉級的 分別是A組跟B組的第一名 再加上是超級循環賽的關係 關注度也會再拉高一些 那一起來聽聽 昨天晚上台灣的好手們 分享了哪些 對於日本隊的看法跟觀察 亞錦賽進入第二階段 超級循環賽 週五晚間將由A組第一的中華隊 對上B組第一的日本隊 雙方都把握練球日 在台北大巨蛋做最後的調整 即將面對近期手感發燙的中華隊 日本總教練也點名 要特別留意第三棒的林辰飛 而阿飛自己又是怎麼看待的呢 那也謝謝日本教練對我的肯定 那我希望他們可以注意 第四棒跟第五棒就好 多投好一點的球給我打 因為在日本去 對他們的控球或是守備 在攻擊上面 都有一定的水準 那希望在明天比賽 可以好好的發揮 郭麗堅副總教練親自上場餵球 究竟觀察每一位打者的狀況 因為近期火燙燙的打擊火力 是我們力挺二連霸的一大助力 而南莫隊長也要告訴大家 We are ready 那剛剛手臂練習的時候 其實就跟大家說 模擬一下日本隊的腳程 因為他們就是每個都很快 所以我們在手臂上啊 輕易度上還有快的話要更要求自己 逃手不好隊 因為是日本隊 那就是感覺就是最強的勁敵啦 我們都全力以赴 攻擊和手臂準備就緒 而面對日本之戰 將要推派投散曾仁和先發 和他搭配的是同樣來自樂天桃園的宋家翔 他們日本在打白就是會比較黏 然後他們的速度也是他們的優勢 就是都要在注意 也不能說因為他們速度快 而自己就要去趕著就是把球可能穿 更快還是怎麼樣 就是我覺得要更確實吧 投打手全到位 再加上選手對大巨蛋的適應越來越好 期盼能夠盡情發揮拿出最好的實力 在眾所矚目的台日大戰取得勝利 直闖最終冠軍決賽 華視新聞 陳一瑋洋支部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鄭雅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